C罗曾在训练场公开霸凌这个男人 可他却能使唤C罗当自己的专职司机 甚至翻墙到C罗家里的菜园偷菜 他正是C罗最亲密的黄马队友 扑到阿佐后卫坑特朗 当年C罗豪车副驾坐的从来不是美女 而是一个一头黄毛的男人 当时的黄马球迷也都在好奇 这个金毛凭什么能让身家上义的C罗 甘心当专职司机的 我从未要求过C罗每天接送我上下班 是他主动这么做的 科恩特朗解释了二人之间的秘密 原来当年科恩特朗因开车打电话 被马德里交警处罚 更惨的是事后交警查出 普达阿人的驾照竟是花四千欧买的 万万想不到 在得知好友驾照被吊销后 热心肠的C罗便主动接后者一起上下班 不仅如此 为了帮普达阿老乡尽快融入黄马更衣室 C罗曾召集佩佩马赛洛等人 为后者举办欢迎仪式 而科恩特朗也爆料 因为去C罗家串门太频繁了 后来即便他不在家 我都会翻墙到菜园里偷菜 然后拿回家做汤盒 科恩特朗笑着说 只可惜 当年科恩特朗因为近二十次伤病 再加上同位只有马赛洛的竞争 他从未坐稳黄马的主力左后位 更糟糕的是 场下他被狗仔拍到抽烟 并因训练迟到被球队禁赛 面对全场黄马球迷的辱骂和嘘声 普达阿人一度在场下崩溃流泪 出人意料的是 C罗却在此时力挺好友 他曾晒出科恩特朗飞铲自己的照片 并称赞道 我的兄弟是全世界最难缠的后卫 二年 当普达阿在事业杯被淘汰后 眼见C罗遭到球迷的攻击 科恩特朗便仗义之言 那些说C罗坏话的人 他们连C罗的鞋底都碰不到 而科恩特朗也曾这样评价C罗 如果你和C罗一起工作过 你就会明白 他除了是一个刻骨训练的球员外 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都说患难见真情 科恩特朗和C罗的友谊 着实让人羡慕